11月15日,星期二得道,早晨 我是新聞報導員小碧 小碧正式已經搬到星期二新聞日報 多謝大家繼續支持 我見過率其實是放在主台上差不多 代表什麼呢? 代表本身小碧支持的朋友依然支持小碧 多謝大家,多謝大家 主頻道搬到第二的頻道 都依然保持差不多的view數 多謝大家 但還未夠,因為其實我們的目標是 將二台激活到一台這麼多的view數 所以希望大家再幫忙 在星期二日報頻道 將小碧的新聞繼續無限loop 將我們的view數變回一台這麼多 好了,來第一宗新聞 這又是有關黑警的罪行 南黑警涉嫌四次襲擊女朋友 事主IG追隨者增加或搏嘴都被人打 這個南黑警涉嫌 跟一個女文員拍拖幾個月期間 經常向女方施襲 這個女朋友初時啞隱 但被人打了四合後 最終決定分手和報警 這個南黑警否認指控 案件在昨天東區法院開審 女事主趕述和被告交往期間 不僅每天起床、上班、下班都要報告給事主 有次被告發現她的IG帳號追隨者 即她的追隨者增加了 拳打腳踢、打去臉及擦頸等 亦試過在兩個人約會時 黑警說到之前的事而引起爭執 女事主覺得被告因她的職業 覺得她應該受尊重 這個女事主也很奇怪 她竟然覺得黑警需要受尊重? 被告更要求她下跪道歉 黑警要求這個女事主下跪向她道歉 並且咬她手指和打去大腿 這個女事主最終決定報警處理 被告彭天玉 黑警彭天玉26歲 被控於2021年7月5日至12月24日 分別在屯門赴泰村一個單位 即如沖冬如服務住宅 紅磡都會牽一個單位 以及保林地鐵站襲擊女事主王傑明 至於她們兩個怎麼認識的 女事主王傑明說她和黑警在2020年在酒吧認識 當時被告向她說她在夜總會工作 即是黑警聲稱自己在夜總會工作 不是做黑警即是不敢說別人知道她做黑警 兩個人在2021年1月才開始拍拖 當時她在中區郵政局做合約的民員 女事主說與被告交往期間 被告要她每天起床要立即找她 上班、下班都要匯報 下午更加要跟她通電話或發訊息 剛拍拖初期被告不讓她在週末外出 後期會去她家過夜或一起出去過夜 看來這個死黑警控罩欲很強 黃小姐聲稱被告在2021年6月14日開始失去聯絡 她沒有主動找她 同年7月4日 她在沾沙咀和朋友吃飯時碰到被告 被告說有方法找到她 在當晚凌晨被告要求去到被告親戚 在紅磡都會軒的單位見面 被告見她便質問為何她的IG帳號 Followers數量上升 之後失控對她拳打腳踢 用拳頭打臉、擦頸和用腳踢她後腰等不同部位 這個黃小姐形容她覺得很害怕 她說當時兩個人很久都沒有見 所以喝得就忍和 直至早上才離開 看來這個黃姓女蝕主有被虐狂 喜歡被人打也不出聲 這個黃時主繼續說 兩個人在同月15日 一起去到則如沖、冬如服務住宅過夜 臨睡前因色燈問題而發生口角 黑警不滿她拼嘴 於是乎刮了她幾下 然後插著她的頸 女蝕主就說 之前她打過我,我也覺得心淡了 這句說話引證了她根本有被虐狂 或者很享受被人打和虐待 加上當日是她生日 不想繼續跟黑警吵架 所以沒有反抗 然後在10月14日 被告到蝕主屯門赴泰村的家裡 兩個人原本打算出街 但女蝕主就不想 於是乎又吵架 穿好鞋的被告就大力踢女蝕主的手掌 令她手指、手腕等多處有乳傷 事主立即說要報警 被告就把她的頭撞到牆上兩下 令她覺得好暈 前一即時出了一個扭出來 被告事後承諾以後又不會動手打她 黑警說的你信不信呢? 黃事主繼續說 被告有一次不滿她和朋友出街 而搶了她的手機 被她撥開了 她估計被告覺得她的職業應該避受尊重 對她的態度就覺得很不滿 留意黑警開始認識這個女士主時 沒有透露自己做黑警 只是告訴她她做夜總會 這麼多工不選 為何要告訴她做夜總會呢? 難道女士喜歡男人做夜總會呢? 她應該事後有跟她說她是做黑警 所以女士主多番強調 因為男士主黑警覺得她這個職業應該受尊重 所以就不斷打她 為何這個黑警有虐待狂 以及覺得自己應該避受尊重 大家應該知道為何 這麼久以來她應該被市民唾棄 她覺得全香港人都唾棄了她 於是將她的憤怒發洩在她的女朋友身上 最後這兩個人最終是一個星期後分手 事主同日就四次被黑警襲擊事件報警 不知道這個黑警最終會否落案處理呢? 下一則新聞 昨天這則新聞非常軍動 小啤也做了頭條 就是香港男子七人籃球賽出戰南韓時 成功在仁川29-12街直擊敗東道主韓國 但最令人留意的就是 大會用了香港的角歌 願榮光歸香港作為中國的角歌 以勇軍進行曲播放 特區政府發表聲明、抗議和強烈不滿主辦機構 美聯社引述南韓主辦機構人員 原聲稱負責播放國歌的人員在接收香港隊 提交的中國國歌之前 不小心將反修例歌曲改名為香港 其實她沒有改錯 願榮光歸香港的而且確是香港的國歌 而且這個韓國工作人員 將這個名為香港的 file 儲存在電腦上 這個人員並不知道這首歌和抗爭者有關 港港政府李家超昨天已經很快發表聲明 強烈、表示不滿、小碑也說了 而政務司司長陳角基 今天已經約見韓國駐港總領事 表達了這件事的強烈、不滿和抗議和 並且要求對方徹查事件 政府凌晨2時38分以特區政府對亞洲七人籃球系列賽 錯播國歌表示強烈抗議和強烈不滿 為主題發稿回應 李家超強調國歌是義勇軍進行曲 與香港的國歌條例中所指明的國歌是同一首歌 她就這樣說 中國國歌只有一首就是義勇軍進行曲 被問及到會否要求中央協助處理這件事 以及派人到韓國調查呢? 李家超未有明確回應 只是說做應該做的事 婆君耀最激氣 她促請解散香港籃球隊 她就說不滿領隊和球員當時 遲鈍到等於白痴 她認為聽到怨榮江三秒後就應該馬上有反應 到五十多秒完全沒有反應 還在聽著 口中唸唸有詞 即是她在拘捕球員 播錯歌 大會播錯歌就拘捕香港的球員沒有反應 何君耀認為正確的做法是 你應該要立即出來弄個T字叫做 因為球員默許煽動分裂涉及國安層面 她就要求解散香港籃球隊和 並且要由國安處介入找出內鬼是誰 繼續說那七八個傢伙搭肩膊 互相抱著站著 那五十秒那五十秒的面部表情 身體語言完全是不不配的 你們是第一次出去嗎? 何君耀更加不點名批評 尤其是那個香港仔 喂喂喂 你五十秒內完全沒有反應 是容許這件事繼續侮辱自己國家 就一隻你自己不是沒聽過那隻黑暴歌吧 一就出來三秒鐘已經有反應了 我當你是遲鈍 三秒鐘應該有反應了吧 到五十多秒完全沒有反應 還在聽著 口中唸唸有詞 她就認為要內部跟進 更加說那些球員 你們在球場上反應靈敏 但就國歌時遲動到等於八次 領隊你應該要立即出來做個T字嘛 那麼她就認為應該進行內部紀律、聆訊 但覺得沒有辯駁的空間 你們這樣已經是死罪 你們整隊人完全姑息 沒有這樣的國家情懷 她就屈些球員說球員是免許煽動和分裂 何君耀就是典型藍絲的思維 他們就要製造一個puppet enemy 完全是無關事的人都要將他責備 例如他將focus擺在港隊球員那裡 其實真正的始作俑者 根本就是南韓播放這條歌的人士 而那個人士是否基本上支持香港獨立 大家應該有所想法 我不管他是否錯誤的行為 但我非常主觀就覺得 他這個做法某程度上等同了香港一個國家 願榮光歸香港是國歌 香港的國歌 獲得世界認可 我就翹上手吃著花生等看電影 看看港共政府如何用國安法去追查這件事 去找所謂的始作俑者和內鬼 到頭來只會變成國際笑話而已 今天的新聞就是這麼多了 想和大家聊聊聊天 我現在正在搞裝飾 之前也和大家提及到 開始想著很放心 因為見過三十多個builders做不同的部分 千跳萬選終於選到這群人 怎料他說得實雅實似 說應該是今天開工的 怎料中間有很多藉口 完全是給不到一個日期說我何時開工 我現在都極之擔心 我真的很感慨 因為我這個人 真是由八個人之中選出來的 我認為他們算是最可靠的 而且我很相信自己的直覺和看人的感覺 誰知道落手落的情況下就出現了 我真的很擔心他不知推到多久 最重要的他收了我deported 一個比較大的金銀 雖然有合同但我也很不安心 一天未開工一天都未能作實 最初我買這間屋 我和家人決定買這間屋 就是因為當時適逢英國樓市很紅 剛剛有暫緩的情況 我落了兩次必定 也是壞了 那兩個都是買cortage flat cortage flat意思就是好像香港的村屋一樣 上層是住一戶人家 下層是住另一戶 旁邊也是貼著另外兩戶人 而那兩個必定都是在比較好區 我輸了 贏了的人士 一個就是在offers over 本身home report的價錢19%和29% 你想想那時樓是多瘋 現在絕對是入市的好時機 因為沒有人可以成功貸款 由於這間屋需要收拾 例如我要refurbish廁所和廚房 但我計算過這些開支的數目加起來 加上買樓的價錢也不會貴過之前輸的所有價錢 於是才低起心肝 落offer買這層樓 但現在我開始很害怕了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作了錯誤的決定 也好只能頂眼想 見招拆招了 真是沒辦法了 之前我們的想法 就是希望按著時間 如果按著他答應時間搞定 我們絕對可以在Christmas 前搬到進去住 但現在遙遙無期 真是不知怎算好 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踴躍留言 我盡量在留言回覆大家 和在節目回覆大家的問題 明天見 拜拜